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金专国家峰会期间举行双边会谈 习近平向莫迪表示,中印正确把握历史潮流和两国关系发展方向,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 莫迪表示,相互信任将成为印度与中国关系发展的基础 他并在社交平台X上表示,印度关系对两国人民以及地区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十分重要 香港同胜利的交平台X上的专大离中提案,后来一周的两个星期 在专门和党的一系列的地区域里面 主席大提供与民主席省目的影响 不让专门的在现场专业的条件上 都可以在平面和平的平等的地区性上 两国外交部在会议前宣布,中英两军已就喜马拉雅边境巡逻安排达成协议,在两国外长于今年7月会晤并同意加快谈判以缓解边境紧张局势后, 双方的外交和军事各层面的接触取得进展。两国军队在拉达克边界地区举行了20多次军长级会谈,并定期召开中英边境事务磋商协调工作机制会议,都产生积极成果。 在过去四年中,虽然莫迪和习近平参加了一系列国际多边活动,但两位领导人并未举行正式会谈。 上一次会谈是在2019年10月,在印度南部的马马拉普拉姆镇举行的会晤。 两国领导人在金专国家峰会期间举行的会谈表明,中英关系的各个领域逐渐正常化,包括两国之间的贸易、投资、航空连接和签证服务。 凤凰卫视记者,上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